我已经从社交媒体脏离开,因为我发现Instagram和Twitter会超过激烈 近日,荷兰蒂·汤姆·赫兰德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,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,他将暂时离开社交媒体 他表示,在网上读到关于自己的事情时会陷入困境,对自己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利 据悉,自从美国队长三内战以蜘蛛侠客串加入MCU以来,荷兰蒂的事业就在不断攀升,成为了近年来的当红小生 然而随着名气的上升,争议也越来越多,大家对他扮演的蜘蛛侠一绝一直存在诸多质疑 只要有荷兰蒂出现的新闻报道,就会有荷兰蒂是最烂的蜘蛛侠 荷兰蒂的蜘蛛侠真的幼稚,却讨厌荷兰蒂之类的评论 此外还有人嘲笑他的身高,讨厌他的长相,不满他的性格,觉得他太过张扬 更有人觉得他配不上赞达雅 因此当索尼再度宣布荷兰蒂出演神秘海域主角少年德雷克时 观众也纷纷发出了强烈的不满,甚至有网友在官博下面进行抵制 如此多的负面评价也最终导致了荷兰蒂的崩溃,宣布退网 网络暴力确实可怕,也希望大家多给他人一点宽容